中国反腐运动半年内拘留老虎数量创记录 今年上半年,中国反腐监察机构拘留了36名老虎,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创下了新的6个月数量记录。 这36名至少为腹部级的高级官员被拘留,相比之下,去年同期调查了22人。 所有的老虎都属于中管干部池,意味着他们的级别在腹部级或以上。 少数人级别略低,但在关键部门担任要职。 36名被拘留者中,8人来自中央党政机关,20人来自地方政府或党组织,表明调查人员撒网范围广泛。 最大的案件涉及前农业部长唐仁健,前司法部长唐一军,被誉为中国奥运奖牌成功功臣的前体育总局局长狗仲文, 前宣传部副部长张建春,以及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 20名地方官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甘肃省副省长杨子兴和云南省副省长李时松。 李时松是首位卷入腐败调查的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纪委于6月25日宣布对其进行拘留,距离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仅三周时间。 三中全会可能会批准撤销三名被调查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职务, 即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农业部长唐人健和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除中央委员外,中纪委在这6个月内还打倒了其他重要人物,包括两名著名的安全官员。 中国前反恐负责人,著名的缉毒英雄刘跃进于3月被调查, 前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于4月被盯上。 刘跃进的落马尤其令人震惊,因为他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缉毒官之一, 在升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之前参与了许多高调案件。 2015年12月,他成为中国首位反恐负责人,此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 尤其是2014年3月在云南省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持刀团火肆虐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 北京将该事件归咎于新疆分裂分子。 来自北京人民大学的一位政治学者表示, 这些调查显示,过去的荣耀、杰出的专业知识或政治关系不再是与纪律监察机构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位要求匿名的政治学者说,刘跃进是知名的缉毒警察。 狗被誉为中国冬奥会成功的幕后功臣西藏的吴英杰曾吹嘘他任内西藏的稳定。 但反腐团队并没有让他们躲在过去的荣耀后面。 在习近平时代,没有人能幸免。 调查人员不在乎官员过去的贡献。 在不及层面,没有豁免特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